王浩发文辟谣将离开国拼 望广大球迷不信谣不传谣 此前有爆料称 38岁的王浩将离开国拼教练组 3月31日 王浩在个人微博中发长文进行了回应 王浩发声明如下 随着WTT阿曼战 新加坡大满贯和卡塔尔战的系列比赛落下帷幕 球队的比赛任务也暂告一段落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支持 近日我看到网上传播 关于王浩要离开国拼队的谣言 开始觉得传言无聊且不想再集训 比赛期间占用大家的公共资源 所以也没想去回应 但是某些居心叵测的自媒体变本加厉 愈演愈烈 导致身边的亲朋好友 以及关心我的领导同事 都纷纷来询问时 我才意识到有必要公开说明一下情况 所以我想在比赛结束后 第一时间跟大家说 一 我不会离开国家队 二 请大家不要相信 个别不良自媒体的谣言 也呼吁抵制传播谣言的自媒体 因为这些谣言已经对我正常工作和生活 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今年是巴黎奥运周期起步阶段 全队上下都感受到时不我待的压力 这段时间连续的境外比赛 队伍分成几个批次在不同的赛场征战 没有比赛任务的队员 也继续在封闭集训 整个团队都非常辛苦 我因为客人手续问题 从休斯敦式拼赛后 暂时无法随队出国比赛 所以一直带着国内没有比赛任务的 一二队球员 在海南集训 我也全程关注着新加坡和阿曼 卡塔尔赛事的进展 从我个人来说 感谢球队领导对我的理解 男队教练组对我的帮助 尤其是主教练勤指导的信任与支持 也感谢整个球队对我和小胖 在这段日子的关心和呵护 正是在这个球队大家庭的共同努力下 我和小胖才能度过之前那段艰难的瓶颈期 在连续夺得休斯敦式拼赛 新加坡总决赛 新加坡大满贯这三个大赛的冠军后 继续向着更高的目标 巴黎奥运会坚定的迈进 在我心中 乒乓球队是一支伟大而团结的队伍 不同时期每个人会有不同分工 不同阶段每个人也有着具体的目标 让人觉得愤怒的是 正当球队内外协会上下 我们乒乓人都在为了一个目标默默奉献着 正在为国而战的时候 个别没有底线的自媒体账号 在这个时候传播这样的谣言 挑拨是非 造谣诽谤 打击抹黑 严重伤害了球队和我个人 真的非常影响士气 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一种伤害 也更是对整个球队团结的一种伤害 对个别自媒体账号 传播网络谣言的不良行为 我本人将保留继续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我和小胖都还有更高的梦想 要去一起实现 最后也希望广大球迷不信谣 不传谣 继续支持我们热爱的乒乓球项目 请相信我和我们球队 都会为了祖国荣誉 和更高的欧英匹克梦想去拼尽全力 谢谢大家